记者王善燕家事报道,国立故宫博物馆南部院区今天邀请一项书法家陈世县现场辉豪书写每幅长十公尺,宽二公尺,写有故宫银灯会,郭宝庆元宵等十字共两幅春联,在灯会期间悬挂院区南侧大门祈福银春。 陈世县为此使用羊后脚跟的毛,特制高约120公分的毛笔,沾压颗粒颜料在帆布上行笔,按纳根转折,人随笔灵活舞动,民众健壮经验,原以为陈世县用拖把写字,没想到是真的毛笔。 陈世县今天上午照惯例品酒后即兴创作《海特邀莫斯科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现场拉小提琴伴奏,陈世县随即提笔书写《一气呵成》,他表示创作融合故宫南院建筑特色以浓墨非白展现,是他写过字体最大的作品。 故宫南院副处长林天仁表示,故宫南院处配合台湾灯会推出主题特展,16日初一上午11点,下午3点二次发送糖果跟红包带,17日初二跟18日初三下午3点,有随心所欲乐团集天红圆掌中剧团演出,19日初四下午1点到5点举办粘面人表演跟体验活动。